血管为人体运输氧量,遍布各个器官,其中,给心脏供应血液的动脉叫冠状动脉,因冠状动脉血管发生动脉周样硬化而引起血管枪挟斩或褶子,造成心肌缺险,缺氧或坏子而导致的心脏病,就叫冠状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脏病,常被称为冠心病。 关心病最典型的症状为胸痛、心脚痛、多因体力活动、情绪激动感又发,有的患者也会表现为心悸、乏力或未尝到症状,此外,还有一些症状或典型,往往得不到重视或被误以为是其他疾病,是要患者特别注意。 因此,关心病患者要学会判断心梗发作的征兆,一般来说,心梗前,心脚痛的发病频率会加快,心脚痛的疼痛感会加重,且持续时间越来越长,特别是原来通过清洗等方式可以缓解。 但现在却不起作用了,有的人还会伴有恶心、闹冷汗和呕吐等症状,病症出现时间不一,约40%的患者,会在发病前1到2天出现征兆。 春季和秋冬季节是心肌梗死的高发季节,凌晨和早上6到10点是心肌梗死的高发时段,40到60岁的中年人属于高危人群。 老人的心肌梗死征兆不点,容易出现蹦山节和心圆性休克的严重病发症,且死亡率高,需要高度重视,可给患者含浮消防甘油,一般剂量即可。 对于有关心病史的患者,高度怀疑即兴心肌梗死发作,可立即给患者服用交服,300毫克胎兹体磷,阻止血栓形成。 防病先改不良生活习惯,随着生活水平极高,大量摄入高质高糖食物,缺乏运动,肥胖,抽携等,患患心病的人越来越多,预防疾病。 建议做到,养成良好生活习惯,不吸烟,关于锻炼,保持体重,减少三高的发生,保持血压稳定。 理想血压是12080毫米巩柱,维持血脂正常,抵制饮食,适量运动,维持血糖正常,防止糖尿病,对于有关心病危险因素高血压,糖尿病,高质血症等的人,建议长期服用药物防止关心病的发生,心态放平和,不要对自己太大压力,注意保暖,避免忽冷忽热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